花莲县水产培育所从7月13号开始办理110年度的鱼苗配售作业 因COVID-19病毒防疫以及遵照中央指挥中心订定的防疫规范 这次的配售作业申请人将依据防疫措施进行缴费及领取鱼苗 领取鱼苗的申请人依所内工作人员指示在大门口量测体温 酒精消毒以及人流限制十连值记录进行管控 而除了本人之外最多只能再有一人陪同领鱼苗 之后才到户外的养殖区依收据来领取鱼苗 这是花莲县水产培育所鱼苗配售作业时的防疫SOP 花莲县水产培育所于7月13号办理鱼苗配售作业 而因武汉肺炎的影响以及中央防疫措施 所以本年度我们会逐一店下所有的县名 请他们在店下的时间内来领取鱼苗 而现场的工作人员在事前准备工作 也会依防疫规定期待口罩进行事前准备工作 而来领取的县名 我们也会请他们期待口罩进行体温测量 以及实名制管理 他希望今年度顺顺利利的进行健康的鱼苗 可以送到健康的县名手上 虽然今年初COVID-19病毒的肆虐及疾病的传播 增加了今年鱼苗配售的难度 但是为了顺利完成今年度鱼苗配售作业 水产培育所请领鱼苗的申请人 也请配合订定的防疫措施进行领取 希望健康的鱼苗可以送到健康的民众手中 记者林杰 说风箱采访报道